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年初一 先跟大家恭喜恭喜啦 今天一开春 一定要带给大家 非常漂亮的感觉 而且充满希望 充满生气的感觉 所以大家到过年的时候 一定要摆一些 非常应景的花花 草草 云柳 让家里充满一个 除旧不新的气氛 我们今天特别请到 国际级的园艺设计师 来到现场跟大家一起分享 一起來欢迎台北花院 艺术总监林慧里 林老师 你好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惠丽老师真的很厉害 光讲我们花博的 博览会的时候 他是整体造型的主持人 打造到现在 我们都还很喜欢去的 一个花园的感觉 谢谢 真的很厉害 今天大年初一 就请到你来 现在太荣幸了 想要请你 祝福我们的观众朋友 好 那当然新的一年 希望大家事事如意 然后健康快乐 太棒了 最重要是我们今天要借由 惠丽老师的双手 带给我们 一些花草的生机无限 带给我们最好 最喜气 喜气洋洋的感觉 你看我们今天摄影棚 真的 棚地上 好漂亮 就是一个花花世界 我个人真的也很喜欢 但是不懂 也不是很专心 不知道怎么做 我想了解一下 就是说 今年有没有特别流行的 一种花卉的颜色 或者是样式 OK 其实每年过年 当然红是绝对不可能缺少的 因为中国人真的 对红来说的话 就是一个喜气的一个代表 当然在今年的花卉里面 其实因为服装上面也好 在室内状况也好 其实带一点金 其实是非常时尚感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们皮包也好 服饰也好 其实从银慢慢改变到 一些金式的一个配件 所以其实当然花也不能退流行 所以其实如果你在花里面 加一点金色的一点配件 其实就有一点点时尚感 所以这个花 加一些金的这个 算点缀 配饰 所以我今天也有一点点金 你看时尚的代表 有一点点对不对 就是流行 那当然这个花艺的传承 其实也已经蛮久的时间了 那惠里老师 这也要特别介绍一下 为什么会对花卉这么的有兴趣呢 是一个家族的影响力 对 好 听说妈妈是日本人 对 然后也很爱很爱这个花道 茶道这些 对 那爸爸的部分 爸爸以前就是祖父这一代 就已经是茶花家了 对 在他小时候 他其实在日记时代 就是一个花艺老师 那所以爸爸可能也是研读他的一些书籍 留下来的一些照片 然后就开始爱花 然后因为两个人 爸爸妈妈是因为花认识了 所以就开了一个花店 就是爸爸妈妈很顺理成章的 就碾花惹草 两个人就 就开了花店 就在一起 对 看到彼此就心灰开了 对 所以你自己本身也是从小 因为受到爸爸妈妈的熏陶 就喜欢花艺吗 对 其实我自己 可能从小看他们玩花 然后插花 然后自己就是在花店里面长大的 所以每次在看到花的时候 就觉得很开心 然后从小爸爸妈妈的教育 也是就是也很喜欢我们自己去玩花 有些怕花弄坏掉 有些妈妈不准小孩子去碰花 可是我们小时候就是 周遭都是花 所以我们就把花当作玩具在玩 所以可能就因为这样子 开始慢慢喜欢花 太棒 我觉得喜欢花草的这个女生 其实都充满了一种浪漫的气质 应该 好棒 那我们今天就来学习一下好不好 因为请到惠里老师的 国际级的花艺师 就是要告诉我们 其实我们在家里 也可以用很简单的方法 或是因为我们现有的器皿 或是就是很当自己的 很实令的这些花卉 就可以打造出 家里不同的风格的气氛 对 好 那我们今天先来为大家示范的是有比较阳年气息的吗 对 今天其实第一个作品 其实有时候大家讲到说过年花 是不是很熟气 对 然后一定要红 一定要饮流 然后一定要凤梨这些东西 其实在家里面 很多时候 其实现在年轻的一些居家环境 其实都非常的时尚 所以我们想说带一点时尚感的一些作品 其实也可以把它拿来做过年的一些这个设计 比如说像家里面 常常过年的时候 大家就会把玻璃花器给收起来 因为觉得玻璃花器好像是夏天的东西 那不过其实台湾的过年 其实天气也是蛮炎热的 对 所以其实有一点点这种玻璃的器皿 其实有一点点带点水的感觉 那当然大家讲说遇水折发嘛 所以你如果在作品里面 有一点点带点水的气氛 其实也是相当好的 所以其实我在家里面 其实当然今天是因为示范 所以我们拿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花器 其实如果你家里面有沙拉盘 也可以像那种玻璃器皿的沙拉盘 也可以拿来做花器 那其实在底部 其实我们只要花器洗干净 其实这个因为时间关系 所以我们有事先先插好了一半 那其实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大的花器 里面再配一个小花器 其实下面的小花器 我们只是用一个塑胶的盘子 对 用一个塑胶的盘子 然后这边我们有稍微把花拆开来一下 所以你就放了一小块的海绵 当然为了让它有这种水的感觉 你的这个下面的花器 可以找得比较小一点点 对 然后我们就直接的 就像这样把它放进去 然后在餐桌里面 如果你让它透过玻璃花器 那个看花的感觉 就有点水嫩水嫩的一个效果 感觉更有那种晶莹剔透的感觉 那当然过年少不了用东亚兰插花 所以东亚兰也是这个季节特有的花材 所以我们把它剪得一只一只短短的 然后类似像这样 一朵一朵的把它插进去 所以其实我觉得真的可以DIY 因为圆形的花其实是最简单的 就是每一只花 你只要剪一样的长度 把它插起来就变圆形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在插座的时候 就是用最简单的一个方法 其实通常我们东亚兰 就像后面这样是一整只的 就像葡萄串一样 所以如果你要 整只的感觉 跟这样一朵一朵的插起来 感觉就完全不一样 所以其实你可以找一些 像这样子的东亚兰 把它插得饱满一点点 然后绿色其实有点像玉佩的一个感觉 其实也相当的时尚 你这个绿色非常的清脆 因为我们说要符合今年是羊年吗 对 那羊要做什么 吃茶 所以当然就是要有一种 绿意盎然的感觉 草永远吃不完对不对 所以你这个一整年的运势 或者是你的这个各方面 就会很顺利 对 然后我们也配上 很可爱的这个乒乓局 乒乓局 对 很可爱就像一个冰淇淋球一样 像抹茶的球一样 然后另外这个是绿色的石竹 那这三种花材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色 像石竹可以 石竹跟菊花可以维持十天左右 所以如果你在过年前像这样子 摆一盆花真的过年的五天的假期 花都是一样很漂亮的 那当然除了绿色之外 羊喜欢吃草的感觉之外 我们还是要加一点点时尚感 金色 金色 对 所以比如说这金色的竹子 然后我们加上一圈的中国布 其实我只是用双面胶把它粘贴起来 竹子我们先用铁丝 稍微像这样把它做得像一个棒子一样 然后看得到铁丝的部分 我们用缎带或中国布 把它稍微剪一下 然后用双面胶或是用胶枪把它贴起来 你就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很漂亮的饰品 那这个竹子是自己上漆吗 你这是还是有现成的 可以买现成的 或者是你也可以拿那个铁垃圾喷漆 稍微喷一下 对 比如说如果你去年家里面有剩了竹子 变咖啡色的不好看 你就可以像这样子 很简单的上一点油漆 然后类似像这样 很可爱的 真的很可爱 交叉的方式 这竹子本来意境就很好 对 竹子有这种步步高深的一个 节节高深 对 然后又要让我们这个什么 虚怀若骨 先虚 然后我井寒门 我北行我北行 然后擦一盆碗 好那当然中国人呢 总是外国人比较含蓄一点点 对 那不过中国人比较实在一点点 所以其实我们在作品里面 像这个加点元宝也不错 一定要的 因为过年就是要有种喜气 对有金银财宝的感觉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加一个小竹签 这个铁丝 然后直接类似像这样把它插进去里面 那像这类型的配件 其实花店也好 花式也好 都有在卖 所以你可以找一些像这样的饰品 那大部分都是这种小小的 很可爱的一些 你也可以用钱币 然后或者是小小的玉配那种 这种好像钥匙圈不是有那种小玉配 你也可以把它装饰在上头 这个对啊 就是我们平常拿来摆的 其实你都可以拿来做一个花的配件就对了 就直接用铁丝把它插进去 插 这整个好丰富喔 好开运喔 插的话你也可以直接就这样放着 把它卡住就可以 好 然后就这样把它放一放 然后也是为了带一点点 有点黏结的味道 我们也找了一个 保力龙有喷金的符字 符 这样整盘就是有一种很过年的感觉 那个符一插上去之后 好 然后其实你也可以买一些流书配件 那也是增加一点点质感 然后我们一样放个铁丝 好 就像我们有时候穿衣服 要配一个小配件一样 其实它可以当作一个茶几的桌花 客厅的桌花 餐桌花也可以 那待会我们也会把它陈列起来 比如说像这边我们有这个绿色的沙发 那前面的桌子你就可以摆 像这样子的一个盆花 其实就很漂亮 真的耶 我们前面还有两只羊 陈列一下 所以这个作品有一个名称吗 洋洋得意好了 洋洋得意也不错 很应景喔 好 那你就可以在家里面 如果像这样 所以不管你家的那个沙发 或者是应该是说家里 不管是什么色调 什么风格 其实这个就可以像 而且洋洋一摆上去就很有年结的感觉了 对 所以其实有时候过年的作品 其实也可以让它感觉非常的时尚感 然后并不一定说是传统的这种 风梨啊 营柳啊 其实你可以类似像这样子 带点时尚感 然后配合家里面的装潢 当然如果家里面的沙发是红色的 其实我们就有粉红色的东亚兰可以做这个搭配 那绿色的话你就可以类似像这样 全部用绿色的感觉去做一个这个气氛出来 因为春天嘛 新春的感觉 还是要带点绿的感觉是比较时尚的 对 没错 哇 这个感觉真的好棒喔 待会休息一下回来呢 我也要继续跟我们惠离老师 学习怎么样做一些花艺 好 让我家添一些缤纷的感觉 休息一下回来 休息一下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我相信大家都很喜欢花 但是一想说要插花 我要先去买个花盆 然后很麻烦 我不知道会不会插 其实家里有很多的这些器皿 都可以当作是一个非常好的花艺的设计的灵感来源 像是我每天要喝的水杯 就可以当作很好的花器喔 那现在惠离老师今天来 你看看这现场五杯水 其实整个排起来就已经有一种气势了 对 其实在家里面如果我们有像这样长形的餐桌 或者是圆形的餐桌 其实我们可以用排列的方法 比如说圆形的我们只要把十个水杯排成圆形 就变成是一个圆形的餐桌花 长形的话我们就把十个水杯排成长形的 就是一个长形的餐桌花 所以其实家里面的这样子的一个水杯 拿来当花器也是非常好用的一个东西 对 而且就是最简单的 它最能呈现可能花的原本的这个特色 好 那我们今天要做的一个 这个名称是什么 好 其实我们今天在制作的时候 我们也有考虑到家里面 当然像花店的话什么道具都有 家里面可能就只有水杯 然后跟剪刀 好 那这时候呢 你从花市场买回来 你也不用说特别去买一箱的海绵 可能只用了一块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利用绑花束的方式 那其实今年的过年前几天就是这个情人节 所以可能男朋友送的这个小花束 其实你也可以顺便给它摆在餐桌上面 自己稍微DIY一下 所以今天我们稍微准备了 就是康乃馨 然后还有这个紫色的巨轮兰花 还有这个女孩子最喜欢的西洋的绣球花 对 好 那要试试看吗 绑一个小花束 对 我们来绑 那用玫瑰花也可以 那不过因为玫瑰的这个花期 大概只有四五天而已 那康乃馨的话 像可以维持十天左右 所以你不妨买一些这种 比较桃喜的桃红色的康乃馨 对 我发现 左红桃红紫红的感觉 你这个颜色就是 这个搭配是 这个要有感觉 比较年轻一点的 我怎么知道说 我什么颜色要配什么颜色 好 这是不是也是一个美感的配样 对 其实就是比较年轻的一点 才粉紫色系的一个感觉 那因为过年的话 我们稍微让粉稍微重一点点 有点桃红色的效果 好 所以可以先稍微找一朵 比较直一点的康乃馨 放在正中间的地方 能不能找到比较直一点的吗 应该会有一只花比较直一点的 因为有一些花会像这样有点弯弯的 所以你就找一朵直的放在正中间 好 然后其他的呢 我们为了让它 感觉像一个小小的圆形花 说你的花不要绑得太高 稍微第二只要稍微低一点点 类似像这样 简单的正中心一只 然后旁边就像这样 小小的把它 比其他的花再低一点点 把它弄成球形的感觉就可以 简单吧 应该没有问题吧 有 这样目前感觉还蛮简单的 好 所以五只 五朵放在一起 绕成一个圆 要把它做成一个圆球形 你的花束也可以稍微像这样转一下 另外一边如果你放不下去的话 你稍微把它绑 转一下 有 这样也可以对不对 可以可以 好 然后我们可以找一个铁丝 新一点的铁丝或是绳子也可以拿一根 然后在你的大拇指你绑的位置 稍微类似像这样转一下 然后把它固定紧 把它扭转紧 我这样不会太大力而把它 不不不 稍微要控制一下 稍微控制一下力道 不要太用力 好 稍微像这样子 绑一个小小的定点 把花给固定起来 好 然后我们为了要让它放进去花气里面 不要这样脚开开来的不好看 所以你可以稍微把下面再绑一次 绑两个固定定点让枝干 变成这样细细的一根像要穿高跟鞋一样的感觉 下面再绑一个定点就可以 好 好 那记得要放在水里面的所有花材 一定要把叶子都整理干净 不管是玫瑰花也好 康乃馨也好 刚刚其实我们整理过 可是露了一片叶子 一定要把它整理干净 再放进去水杯里面 好 然后另外一束 你先把它摆在旁边之后 另外一束 我们三支的兰花 好 兰花有正面 反便像这边是背面 然后这边是正面 所以尽量的让正面朝外 然后一样把它绕成一个圆 然后一样像刚刚一样 绑两个固定定点 应该没有问题吧 好 因为餐桌花其实是四面都要看 不要说对面的客人看到的是 这个背面就不好看 所以餐桌花是四面都要漂亮的 然后一样 为了不要让插进去花材里面 这样脚开开来的不好看 所以上面绑一次 然后下面绑一次 让脚细细的像高跟鞋一样 然后把它捆绑起来 然后多余的铁丝稍微修剪掉 所以就是要用这个铁丝 它们才会乖乖的就对 对 好 好 这样绑两束 这样就可以 好 然后你也可以把这个竹子 你要放在玻璃花器外面也可以 然后你要把它丢进去这个花器里面 这样也可以 对 就是我们一般那个竹筒是不是 对 竹筒你可以把它放进去里面 你要放在外面里面都可以 对 我们可以这样前前后后的把它排列起来 然后你的花束你就把它丢进去吧 就把它丢在水桶里面 这个玻璃花器里面就可以 我怎么知道我现在要先排哪一个 好 比如说像我们在排的 为了让它正反面 所以比如说我投这边的话 你另外一个花就要投这一面 就往这边投 这样子 对 让它的花像是朝这边的 有没有 以前以后 就比较平衡 对 然后康乃馨的部分也是 比如说这个是前的话 我就投这一边 然后你就投前面 对 然后秋秋花的话 你就可以随性稍微看哪一边你需要点缀 比如说这边 就是稍微前后 有点像字一字状 以前以后 把它固定起来 对 这样就可以 好 然后也为了让它有一点点黏味 所以我们也准备了一点点流酥 然后你就直接的看你要放在 比如说像我就把它放在秋秋花上面 这样真的很有中国味 其实这样就很漂亮 对 然后就像一个打一个蝴蝶结一样 可是我们不要用蝴蝶结太稀释了 所以我们就用一个这个流酥 所以像这种流酥的这个中国节 也是在花店就买得到 花店就买得到 或是一些饰品店就可以 然后如果你下面你也可以摆一些荆棘 然后或者是元宝 或者是一些小配件 或是撒一点点花瓣在客人来的时候 或放一点烛光 其实也是一个非常稀释 然后又带一点中式的一种餐桌花 对 就是很简单 然后重点是你怎么摆 对 然后其实像这个就是我们买的一些像IKEA的这种小镜子 其实你也可以摆一些这种小镜子 小配件 那如果说家里面有长辈 你希望让它红一点的话 你就拿一个中国的红色的绒布 或是中国布也可以 那或是像我们待会也会摆在旁边 就是用圆桌的陈列方式 然后放在一个小茶几上面 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年纪的装饰作品 其实重点就是这些东西其实都是随手可得 然后可能你都没有注意到说 其实这些东西可以拿来做搭配花式的用法 对 因为有这种镜子或布料的话 其实也不怕把桌面刮伤 对 所以其实也有一个保护的作用 对啊 好棒喔 你看我们这样子整个这个花的气氛 然后一种很浪漫 然后又很有气势的质感就呈现出来的 然后又浅浅厚厚的 因为这个也是要一个美学的培养 对不对 常常看我觉得可能就会得到一些IKEA 因为要我的花可能就会每个都要排得很正确 因为觉得这样子的美感就又不见了 花又不是在立正站好 对 所以其实比较像现在的过年 其实在年轻人的家里面真的可以像这样子 稍微自己DIY一下 其实说明跟小朋友一起玩一下也非常的好 对 在绑这个花束过程当中 就可以跟做一些亲子的互动 对 那我想了解一下就是说 我们都知道说花好像都有它的一个花语嘛 对 所以是不是也要了解一下 每个花的一个它背后的一些含义 尤其是在这种过年的时期 是不是有一些是可能不适合的 或者是它的寓意是不一样的 其实过年任何花材其实都可以 当然在颜色设计上面 中国人还是会觉得说 还是要有点喜气的颜色 对 那所以其实过年 其实花你只要摆鲜花就是发财的意思 花就是发的意思 所以其实没有说任何其他的花材不能摆 那比如说像菊花的话 菊花就有长寿的意味在里面 我们常常讲长寿菊 对 所以其实任何一种花都可以 那不过像今年有很特别的像 因为今年是阳年 所以其实羊兰卖得特别好 因为有点洋洋得意的意思在里面 所以我们旁边的这一盆 上面的那个紫色的小花 上面这个紫色的小花就是羊兰 对 那其实以前我们像 我们都会摆虎头兰 蝴蝶兰 因为虎头兰代表虎虎生风 蝴蝶兰代表福来了 对 那羊兰常常被忽略掉 那今年很可爱的 它突然出了名了 那12年终于轮到它 对 那其实羊兰它有迷你种的 也有大种的这种大的品种 其实你也可以稍微在过年的时候 不要说每次都摆一样的兰花 其实换个兰花的感觉 不过它比较秀气一点 它非常秀气 对 然后没有像一般的兰花这么大 然后分量这么够 所以它是比较可爱一点的感觉 所以羊兰走的是比较低调路 但它秀气就会很耐看 对 比如说像这边的话 有好彩头 也是像樱桃萝卜的好彩头 然后还有这个叶牡丹 这长得像白菜的 其实就是叶牡丹 中间这一个 对 那这也是比较有好彩头的意味在里面 那风信子其实是春天代表的 一个素材的花材 就是这个风信子的部分 那其实它也是春天 从雪地里面开出来的第一朵花材 所以风信子这种囚根类的花材 也是在过年相当讨喜的一个素材 对 那旁边这个是 这也是它还没开的时候 对 对 就是也是风信子 对 也是风信子 所以有 不要把它当作洋葱啊 很像我想说 所以旁边这一颗是什么 当然像水仙花也有啊 不过今天我们带来这新的 比较洋式的 比较西洋的感觉 这个风信子带给大家 那它的颜色有非常多种 紫色 黄色 桃红色 白色 任何一个颜色都有 对 而且就是这样整个 一个花艺品这样做出来 它就好像是一个小小植物园的感觉 对 对啊 所以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花材 其实都很可爱 所以大家也不妨去花市走走 然后去花店看一下 对 其实过年期间 大家真的很适合去花市逛一下 多认识一些花 好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再继续 学有关竹子的这个装饰 欢迎回来 我们今天真的很荣幸 可以请到台北花月艺术总监 惠里老师来现场 真的大展他的手艺 同时也让我们大开眼界 接下来这一段 是有关于竹子的这个花艺的展现 那其实竹子因为都是 有非常好的含义 有这个竹抱平安 有节节高升的好的意涵 所以当然呢 在我们居家里面 也可以用竹子来做装饰 那我光看到这一座 我就觉得 这个名称应该叫做 这个可能要取个 云霄飞车 好 那其实它有一点圆的一个感觉 有点圆满的一个效果 其实这个竹子 我自己也非常的开心 拿到这个有缺陷的竹子 所以它原本就长这样吗 对 它原本就长这个样子 这不是你刻意就是 有想办法把它凹过来 它可能在生长的时候 可能有东西压在它上面 所以真的植物的力量 真的是很大的 有些时候如果在环境当中 它有东西压着 它还是会长出来 所以真的是很特别的一个竹子 我也很开心说 刚好有这样的一个竹子 有一个山里面的一个师傅 特别拿来给我用 那所以接下来介绍的两款 其实我们是希望给大家一个概念 就是有些时候 因为环保的概念慢慢也升起 所以其实有些时候 不一定要拿花器 也不用拿一个塑胶花器 或玻璃花器 其实有时候植物本身 就是一个花器 所以刚好拿到这个 很漂亮的竹子 当然很多人说 那我如果要插这个东西 怎么拿 那真的要碰碰运气 可以去山里面看看 这个自己就是看你的缘分 对 用缘分遇到这样 你也要是一个伯乐 你懂得说把它做成 一项艺术品一样的一个雕塑 对不对 对 那当然角度的部分 我们在家里面 有稍微调整了一下 所以其实如果 任何一个竹子都可以 你也可以斜着来摆 就是这样 直接直直的斜斜的来放 其实技巧很简单 其实我们就 下面其实我们就是有一个铁 铁架 然后类似像这样 找一个木板 就砖一个洞 然后就把这样插进去 对 就把它插进去里面 所以如果你也可以是 两只竹子 三只竹子 这样斜斜的来摆 当然你要找一个锯子 请家里面的爸爸 男生稍微撞定 稍微把它锯一下 去到你想要的一个角度 跟斜度 然后接下来要做的 就是你拿电钻 然后装好几个洞在里面 然后我们就是 所以这个都是有洞在里面的 直接我们就把这个 因为竹管每一段里面 其实都可以装水进去里面 因为它一节一节的 其实它就是一个 装水的一个小小的滑气 所以你可以装好几个洞 像我今天是密集地 把它装在这边 那你也可以说 这边装一个 这边装一个 然后你也可以放一朵兰花 在这个洞里面 放一朵兰花 放在这个洞里面 也可以 所以其实有很多种想法 那我们今天用到的是 这个面线菊 对 好可爱 很可爱 面线菊 面线菊 因为这圆圆一看 真的觉得它是草 或者是菜 又是羊吃的草 对 所以这也是很羊年 很适合的 好 那所以我们就直接就是 类似像这样 面线菊 我们就把这个花瓣拿起来 一搓一搓的 然后就把它放进去洞里面 对 然后当然我们要有点技巧 才会放得这么漂亮 所以里面是要加水了吗 对 加了水 然后我们就一搓一搓的 把它放进去洞里面 这样就可以 那当然如果说 你在插花当中 如果洞塞得很满的时候 你已经没有地方放的时候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 小小的诀窍 就是其实我们里面 有暗藏一点点 小小的这个玻璃室管 先把它拔起来一下 好 像这个 这个实验用的 这个小小的室管 小室管 我们可以拿一些小室管 然后呢 你就用一点点浇水 就直接把它 黏在你的花瓣上面 就变成第二层 可以装水的花器 对 所以竹子本身 就是一个装水的花器 然后另外 你就可以再加试管 放进去里面 所以这样子 才会看起来 很浓密的感觉 对 然后 其实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兰花 稍微类似像这样 点缀一下 所以你的小试管里面 也会加水 加水 然后就可以再放花 对 就可以放花进去里面 然后你就可以像这样 直接的把你要的花材 放进去里面 所以这个面线橘 我想好奇一下 它就是 这个就是它的花了是不是 对 就是它的花瓣 它就是长 它就是长这个样子 原本就是绿色这样 对 不会有另外的颜色 也有黄色的 也有黄色的 对 好妙哦 所以它就是变成 好像草一样的 然后你再 把别的花再放上去 它就有一种 跳色的感觉 然后比如说家里面 如果你有蝴蝶兰的盆栽 比如说家里面 有几朵蝴蝶兰的盆栽 你也可以把它拆 拆几朵下来 那也不需要说 再去买任何的花 你就把它放在 你的试管里面 类似像这样 所以这个小试管很好用 就等于你可以 就是做第二层的 这个装水 对 第二层装水的地方 然后你就可以很轻的 然后把花摆进去里面 其实是比较有 艺术感的这个作品 跟一般的这个作品 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那可能家里面 如果你是比较 那种有点像 茶艺馆风格的居家的话 对 很适合摆这样子 或是像爸爸的书房 也可以摆 类似像这样的作品 就是非常雅致 然后没有任何 这种多余的线条 然后利用植物本身的 一个美感 制作出来的 一个花旗的作品 真的好漂亮 所以这是 我们带给大家的一个 用竹子 这个竹节的一个 设计的一个 作品的概念 又绿的一个感觉 那另外一个呢 其实我们是用流木 类似像这样子 其实已经插好的 好 那这个流木 其实我们就找一个 比较大的木头 然后比如说你拿一个 树枝也好 然后上面 刚好这个流木 刚好都会有一个 小小的缝隙 对 所以我们缝隙里面 就加了海绵 然后插了花 所以这也是完全 没有花气的一个作品 就是利用植物自然的 这些洞啊 或是可能被蛀虫咬的 一些洞的这些树枝 你就塞海绵进去 然后就插类似像这样子一个 比较有这个东方味道的 一个作品 那当然像这个木板 其实也是DIY 我们只是拿一般的这种 木头的这种板子 就是 对 然后贴上筋箔 贴一贴 然后 然后就是一个很 感觉质感就非常的好 然后我们就可以摆在 家里的玄关 就是很漂亮 因为我们家里面 一定都有这种 可能是夹层啊 对 这种没有用到 多出来的这种层板 对 那这种层板 你都通常把它藏起来 或收在储藏室里面 你拿出来贴金箔 它就变成是一个 很漂亮的桌子 七个油漆或贴个金箔 那个整个质感价值 就不一样了 就不舍得把它丢掉了 对 好 那就变成很棒的一个摆设 对 然后也是摆了两只 小羊的配饰 其实有时候过年的配件 其实你只要摆两个 这种元宝也好 就是一个很有残疑的东西 然后为了让它 有点黏结的异味 稍微摆一点点配件在旁边 就有它的一个感觉出来 对 而且全部都是 就是真花 对 像这个花旗会不会不一样 我们要怎么选是一样的 其实这个花旗像火鹤花 这是迷你品种的火鹤花 这也是非常持久 像这个盆栽的花材 叫仙克莱 对 仙克莱也是过年的 这春季的一个花材 所以类似像这样 我们还有这个红色的机关花 我们就把它塞在 那个风性里面就可以 对 所以我们现在还要培养 就是说我们即使去海边 或是去山上 我们会要欣赏这些花花草草 然后看到这些 自己自作花器 对啊 你自己要有那个灵感 觉得说这个东西拿回来 我也可以把它做成花器 对 所以插花不一定是女孩子 男生也可以帮忙 像这种要叮叮穿穿的这些动作 像这是两根铁条 我们就把它钉在木板上面 然后这个木头上面也砖两个洞 然后就这样翘翘翘把它 固定 而且它每一次就可以做出 不一样的作品对不对 对 因为等这个花期过了之后 你这个器皿 这一个漂流木 它又可以下次做不一样的呈现 其实不加花也是一个艺术品 然后加了花又有它的一个气氛在 可以变化它的颜色 对 好棒哦 然后我们现场这边还有一个 这个也是竹子做的 对 好 这个 它有名称吗 还是其实你们不喜欢用这个名称的 但因为我真的觉得 每个人看的感觉不一样 对 对 那其实它也是一个方形的 一个结构的一个花期 所以我们就类似像这样 用竹子好像串联的感觉 上面用的这个叶子 其实是茶花叶 对 茶花叶其实也是 这个春季会开的一个花材 其实我们茶花叶把它剪成一片一片的 然后把它插在海绵里面 然后加一点松的感觉 上面的红果实就是也是 这个季节有的三归来的红果实 所以也是增加一点喜气的 一个气氛在里面 跟那个红果实是不同的 应该是说一个是排上去 一个是粘上去的是不是 对 一个粘下去 那这个干燥起来 它就是一个这个可以完整 就是可以永久保存的东西 有时候插花 其实有时候花卸了 好像就只能把它拔掉 对 不过这个东西其实是 比较属于雕塑型的一个设计作品 其实也是可以永久保存下来的 对 然后上面看起来就是有长一些 青苔还是什么的那个木头 这是那个这个苹果苔 就苹果的树枝 然后上面长了苔上去上头 所以它这是天然的 对 天然的 不想说我还要特别 就是把它培养有青苔 会不会很困难 对 不会 就这个季节 因为有时候冬天 然后又有雨季 所以就会有一点点这种山上的这些树枝 就会长青苔上去上头 然后像后面这个作品也是 这就是比较大气一点的 可能家里面你要送人的话 也可以摆像这样的作品 那也是放了两个竹子 然后这是金柿子 对 就是在做生意的人 很喜欢这种柿子 开式开式的一味 所以比如说初五开工的时候 家里面就可以摆像这样子 那红色的牡丹菊 然后配上竹子 然后再开式大吉的这个金柿子 放在里面 意涵很好 而且这边也有一只喜羊羊 现在今年什么东西 都要加点绿吃草的感觉 然后加点羊在里面 对啊 所有的这个感觉 都非常的喜气 好适合喔 回来过年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这个 不管是公司行号 家里 其实都是把它布置的 这个喜气羊羊的感觉 就很应景了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欢迎回来 我想过年的时候呢 大家一定都要去走春啦 然后要去拜访客人 或是一些亲朋好友 那当然去拜访的时候 千万是不可以空手道 对不对 我们如果可以带着礼 就代表我们的心意 然后收到人又觉得很感动的话 这太棒了 要怎么样有特别的礼呢 今天请惠丽老师来教我们 这个看起来就是一个 很大的礼 好 那其实呢 这其实就是我们一般家里面 有时候我们会装东西的一个篮子 那所以其实如果说装东西的篮子 咖啡色的又没有一点黏味 竹子又是非常好的这个技巧 我们可以在手把上面固定 一小段的竹子 黏味就出来了 所以这不是买现成的 这是自己DIY的 对 自己DIY的 因为其实藤栏都有洞 所以很简单就穿两个铁丝进去 把竹子绑起来 就非常有这个质感出来 所以一个这个质物盒 我们就把它做一个竹子的手把 让它有一点黏味 那当然下面部分 我们就可以加一个小小的流书 那这样带去客人家里面就很漂亮 那里面的礼呢 就看你的朋友的这个感觉 那其实这里面 当然为了让大家有发财的感觉 所以还是以花为主 会比较好一点点 好美哦 对 所以其实家里面 如果有过年 有很多朋友送你花的话 你也可以类似像这样 再重新组合过 然后再到朋友家里面 然后比如说 我们放一点点橘子进去里面 因为大家都想要这个 送一下这个水果花篮 或水果篮 但你其实把它合并在一起 它就变成一个花篮的礼盒 对 所以我们加一点点兰花 然后也是加一点竹子 元宝 然后这个荆棘 代表大吉大利的意思在里面 那这个水果的部分 你自己就可以组合 比如说你要一半是这个橘子 一半是柿子 或是苹果 平安的印 平安安事事如意 对 所以这个花礼 其实真的很简单 DIY就可以制作出来的 所以这也只是给大家参考的一个感觉 而且这样感觉好像神很多 对啊 你看这个礼盒 这样如果你买卷着 不好意思 我感觉好像把你的那个生意抢走了 没有 可是其实家里面 其实最近这种洗饼盒子也做得很漂亮 对 那有时候洗饼盒子你放在家里面 也没有用的时候 其实你也不妨DIY一下 比如说这个其实我们就是加了一条中国布 那中国布其实比较软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厚纸板 然后贴上中国布 然后你再把这个洗饼盒的外围稍微粘一下 对 就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篮子 那当然篮子为了让它有防水的作用 你就放上一个玻璃子 然后放上两块海绵 你就可以自己插花出来 对 所以这是真的很简单的一个DIY 而且也可以把它当作餐桌花来使用它 真的耶 如果是放在一个就是餐厅的一个桌子 你也会觉得很气派 对 感觉食欲大开的感觉 重点是我觉得如果你可以自己这样做一个DIY的这种花篮 其实那个心意是更大动人的 而且你到客人家里面 朋友家里面 这女主人你自己插的花 然后可以拿出来送给别人 别人一定会很开心 没错 真的很棒的一个礼物 好 那你刚刚讲说我们就是要利用家里这一些小小的 可能你已经没有在用 或是反正你可以把它增加一些变化性 对 像另外呢我们就是书抱篮 你也可以把它变成花气 好 那过年完了以后就是开工 开工总是要有财神液到家里面来 然后所以其实我们就是直接拿这个书抱的这个篮子 那当然下面其实你就很简单的稍微垫一些这个牛皮纸 稍微把它垫高一点点 然后放下一些物品 比如说我们可以把桌垫这时候呢 这个开工以后可能就没有客人在家里面了 所以你可以就把家里面的这个桌垫稍微拿出来 稍微把它当作一个包装纸 把它稍微铺一下 然后呢最近也很可爱喔 其实有这个财神爷的小娃娃 好可爱喔 你就可以像这样子 因为下面是这个牛皮纸 所以它其实有弹性的 所以你可以压一下 你要固定的一个感觉 然后比如说我们放几个财神爷爷 财神爷爷哥一次来两个 然后平平安安的苹果 然后大吉大利的橘子 橘子 对 我们都把它放进去里面 就是让它热闹一点都没有关系喔 然后这个泡足也是要响亮一点点喔 所以我们就把它放进去里面 好 类似像这样子喔 比如说真的开工的时候 再来一个财神爷 对 然后比如说像这个 过年家里面剩下来的兰花 你就加个水管 然后放进去里面 这时候开工总是要 这个拿花来拜一下嘛 对 那我们就可以把家里面 剩下来的这些花材啦 然后就像这样子很简单的 不一定要去花店买花 当然你来花店买花 然后我们会很开心 可是呢 如果说家里面 类似像这样 很简单的 剩下来的花 对 剩下来的水果啦 或是有一几个掉下来 对 然后你就像这样 摆个平平安安 大吉大利的这个水果 然后记得 有像这样的小小的贴子 小贴子要去哪里买 其实好像书店就有 或者是这种量饭店好像也有 你就可以像这样贴在水果上面 那个小橘子小苹果 你只要上小苹果 贴上这个春 看起来真的好喜剑 然后像刚刚餐桌花用剩的元宝 这时候也把它放进去里面 而且因为大家都会觉得 摆餐身影会不会很俗气 或者是哎哟 刚才就贪财什么的 但是你会发现你这样子一装饰 一摆设的时候 它就变得非常活泼 而且就是它的气质完全就不一样了 对 然后像刚刚我们也在第一段里面 我们有介绍到这种小小的流书 这时候你就把它再把它利用上去 然后把它 好多流书 而且有各式各样还有葫芦形的 对 好 你就像这样 就是家里面的书包的一个盒子 其实你也可以把它拿来 当作一个装饰的一个篮子 然后摆在家里面 就非常有这种喜气的一个年味 在开工的时候 可以拿来用一下 好美喔 我真的好想把惠玲老师带回家 所以真的有很多家里面DIY 稍微在过年无聊的时候 想一下家里面有什么花器 可以开工的时候 拿来拜一下的这个容器 而且惠玲老师这样子摆一摆 应该不用五分钟的时间 可是一个整个家里的装饰重点 highlight的一个装饰就完成了 然后也不需要花到多余的钱 都是家里已经有的东西 对 现成有的东西 对 然后这个苹果橘子 都还是可以吃掉 对 像盆栽的东亚蓝 长这么大只 太可惜了 拿了两朵把它丢下来 放在这个篮子里面 就是一个很漂亮的装饰 那像这样子的一个灵感 是我们平常这些忙碌的 职业妇女也好 或者是在家里 一直在追剧的这些家庭主妇 他去哪里找这些灵感 知道说原来这些东西 都可以变成漂亮的一个装饰品 其实因为最近环保 也开始慢慢的兴起 所以我们也在这个家 也尽量的利用家里面 可以再次利用的东西 让它装点得更漂亮一些 所以大家不妨找找看 家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 可以拿来使用 对 就赶快把这些东西 拿出来做一下包装 然后整理 其实你看它整个一点缀起来 有时候只是一些摆设 对 我们也没有在这什么钉钉 贴贴的 它只是摆设 它的气氛就完全不一样 对 其实现在花艺很流行 是用陈列的方式 所以真的有时候 不需要说很厉害的花艺技巧 真的 你只要会陈列会摆设 也可以把家里面装点得很漂亮 我们平常有没有一些就是管道 可以去增加自己这方面的一些 伴依老师 摆摆就觉得好好看 我跟你讲 等一下打扇重来 我一定摆不出来 这样子的感觉 我现在每个人的这个生活的品味 都增加很多 所以真的只要小小的 注重一点小小气息 我相信现在所有的人 都可以弄得很漂亮 我也是觉得说平常我们就是 真的要多去外面走动走动 有时候像一些这个美术馆 博物馆或是一些餐厅 饭店 现在有这种五星级的饭店 其实里面的这些花艺 都是随着季节在变化 然后常去逛花室 也是一种方法对不对 对 那当然像现在 有很多年轻的 像文创的一些设计的作品 设计的这种很特别的花期 其实这些真的都很漂亮 或是譬如说 多看点服装杂志 像现在的金色 我们把它带到花里面来 所以其实装潢也好 服装也好 或是服装的搭配的色彩 其实有时候都跟花有息息相关 所以你就把这些艺术的感觉 就是融合在你的这个 日常生活当中 对啊 不管是看到什么 其实都可以变成一种 点缀花的一个素材 对对对 那当然我觉得我们也要是了解 一些花的性质啦 就有一些花 为什么可以喷水 有一些花就不能浇水 就是这要怎么去了解 对 其实有时候我们在照顾花 像过年五天 大家也要稍微注意一下 像如果是盆栽类的兰花 比如说像蝴蝶兰 东亚兰 只要你的花苞 比如说有些人说说 我要买花苞多一点的 可是它就不开花了 因为花苞太多 如果你光线不够的话 它就是没有办法在家里面 室内开花 所以如果你买蝴蝶兰的盆栽 任何有花的植物的盆栽 那个花苞一定要有颜色出来 你才可以搬进去室内 不然你就要摆在窗户旁边 那兰花你也不要一直浇水 比如说真的很爱花 每天浇水把兰花的根部 都弄烂掉了 那当然照顾盆栽的方式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 你稍微用你的指头去摸一下 它的泥巴或是水草 如果水草还是湿的 就不要再加水 那水草干了以后 你再加水会比较适合 因为兰花是比较 不需要太多水分的 对 那切花的话 其实喷水就很重要 像康乃星这种花瓣比较密集的 你觉得比较容易发霉的 这种花材就不要喷 像夏日葵康乃星就不要喷水 那其他可以 因为可能有时候家里面 会开点暖气 对 所以稍微喷点水 让它有点水分会比较好一些 太棒了 我觉得这所有的这个花在你手上 真的都变得更美丽更漂亮 那重点是 这都是经验的累积 所以只要我们常常 兰花热草常常来碰一碰 我相信大家会越来越厉害 增加一些生活的情趣跟气氛 今天太谢谢惠黎老师的分享 我们给惠黎老师掌声鼓励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的收看 祝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下次见了 拜拜 拜拜